Hello大家好 我是阿方 欢迎来到我频道 在一个月前 我在币安的launchpad 代币发售的平台上面 参与了我人生中第一个 基于交易所发行的代币的项目 Space ID 那期影片我放的标题是 数小时赚百倍币 币安的一个隐藏玩法 对我来说是一个隐藏玩法 因为我是第一次参与launchpad 事实上我还做了第二期节目 买到就赚到了爽赚20倍 其实没有我预期的百倍币的效果 真真实实是有20倍的收益 我在这期影片当中 非常详细的记录下来了 在几个小时内 赚到20倍的 这样一个整个过程 也就是2000%的 这样一个收益的 整个一个实盘操作的过程 有兴趣 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也就是时隔一个月之后 币安的launchpad的平台上面 又有一个新的项目 叫open campus open campus这个项目 简称是edu 就是education的意思 这个项目的代币 可能就叫edu了 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 web3的教育平台 这个tinytap 就是open campus上面 第一个参与者 我为此也下载了tinytap 看了一下 适合各年龄段的 教育类的app 这个平台有什么好处 它可以让用户 在不需要知道代码 如何开发的情况下 就可以自己制作一个 自己的教育的内容 以及课堂 讲到于它是一个平台 它可以在它的平台上面 开发自己的教育类的app 目前的tinytap 已经有25万个互动的课程了 在苹果的app store 和安卓的google play 在教育类的app当中 排名是前十的 总的收入也是最高的 儿童教育类的移动应用程序 总共有超过900万个家庭 使用过 并超过有10万名的创作者 并且与芝麻街 牛津大学等多个著名的 出版商有合作关系 所以OpenCampus 它是一个web教育类的 协议平台 教师和创作者 可以以代币的模式 来拥有他们所制作的 教育的内容 并以此来营销 EDU就是OpenCampus的 生态系统的原生的 使用代币 它拥有智力的功能 支付的功能 链上收益分享的功能 同时EDU也可以激励和 引导web2的用户 加入到web3 这样一个生态系统里面 这也是它的用户 获取的这样一个属性 用户可以通过 published NFT 与EDU购买 共同的出版权 这个当中 它又加入了 NFT这种确权的 这样一个属性 OpenX就提供所谓的 基础设施 供学校 这些教育机构 来使用 这个项目在2022年 早期的一轮当中 已经筹齐了600万美元 占EDU总供应量的6% 截止到2023年4月21日 EDU总代币的 供应量是10亿枚 这次上市之后 它总的流通供应量 已经占掉了14.5% 也就是有1.45亿 如果你还不是币安用户的话 你可以通过 影片下方的 详细信息栏当中 显示完整讯息 你可以点到 币安注册通道这里 或者使用邀请码 可以享有20%的 手续费的返线 点击通过邮箱 或者手机号注册 你看这里有一个推荐码 它说 你想有20%的 返线的比例 如果你自己注册了 这个福利就没有了 登录完之后 就可以在币安的 更多菜单选项当中看到 这个是因为是 简体中文版本 我们没有找到 所谓的launchpad的选项 这也是上市一个 小伙伴提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它没有 launchpad的选项 后来我发现 你要在右上角 点击地球 我们把语言切换到 繁体中文 然后你再点 左上角的九宫格 这样一个图标 会看到资产发行平台 就代币发售平台 我们点击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 目前launchpad的项目 目前由于 opencampus这个项目 正在申购的过程当中 它已经锁定了 16.88亿美元的资产 我们点击更多 就可以看到 历史以往的 在币安的launchpad平台上 发布的这些项目 比如说上个月的 SpaceID Hawker Steven等等 opencampus 就是EDU的项目 目前是在准备期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申购倒计时 目前还有三天 19个小时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首先它这个申购类型 是投入模式 关于投入模式 我这期影片 给大家详细描述过 有兴趣 好办可以去看一下 根据你投入的资金量 大小来决定 你到底能够认购多少份额的 新的代币的这种模式 它是指是在 2023年的4月23日的上午 8点钟 到2023年的4月28日 上午的8点钟 东巴区时间 这个时间段内 快照币安的账户里面 有多少的BNB来决定 你能投入多少份额 我们可以看一下 用户总的平均持仓 包含哪些 是指它现货账户里面 包括纸账户里面 杠杆账户 值押借币账户 所有的合约账户 资产账户 以及币安赚币 就是你理财的账户 以及BNB收益池里面的账户 你的账户里面 所有的所持有的这些BNB 都是可以算作 你的总的持仓来算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5天范围内 它每一天会有一个快照 然后平均一下 算你总的能够投入 多少BNB的这样一个标准 硬顶是250万美元 也就是说这一次 它总的募集就是250万美元 个人的硬顶是15000美元 也就是说你一个人 最多能够认购15000美元 到底以什么标准来评定 你后面我会讲到 总的这个项目 是有10亿枚代币 这次Launchpad的额度 是5000万 占总的代币的5% 兑换的比例是一个EDU 兑0.05美元 最后它是以BNB来结算的 所以实际BNB的兑换比例 将会在正式投入前来公布 因为BNB的价格一直在变 所以它会在最后的投入时间前来公布 到底你要投入多少个 价值0.05美元的BNB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 在东巴区时间4月28日的下午2点钟之后 就可以开始投入了 用户的投入是需要签署购买协议的 将在2点之后的三个小时内进行投放 超过时间 你就没有办法去投入来参与购买了 BNB的现货账户当中 投入之后是无法撤回的 请一定要确认你这个操作 是你自己想要去做的 投入完成之后 参与的BNB将会被锁仓 其实锁仓大家也不用担心 其实最多就锁4个小时 如果从2点钟开始投 它会在5点钟的时候关闭投入的通道 将会在一个小时之后 也就是在28号的晚上6点钟 来计算出这样代币的分配的结果 这边还值得注意的是 最小的投入额是0.1个BNB 目前的价格折算下来 差不多有30多美金 这个是现在深刻的这样一个时程表 目前计算持仓的周期范围内 第一天我的平均持仓是37.35个BNB 它这边有一个黄色的按钮 它是想让你去购买BNB 你目前手上是没有BNB的话 我不是非常建议这个时候 大家去花钱去买BNB来持仓 我是一个实验和学习的态度 将我原先有的这些BNB 反正放的也是放的 我就可以将它作为的投入 这个是不需要我承担另外的风险的 如果你也是一个BNB的持有者 或者拥护者的话 这个其实也是币安对BNB持有者的这样一个福利 就是你持有的BNB越多 你就能以最低的发行价来买到越多的代币 激励你去持有BNB 这个是对它BNB的生态是有一定好处的 我们刚才说了 在第二个阶段 就4月28日的2点钟的时候 就开始要申购了 三个小时是这样一个申购期 所谓申购就是投入 到晚上的5点钟之后 它就暂停申购了 这个是作为统计的时间 最终是以6点钟之后来最终发放代币 这个代币会发放在我们的现货钱包里面 整个一个过程是这样的 如果想要看一下类似的这样一个实际操作 可以看一下我上一期影片 SpaceID当中有详细的描述 这一次的参与我也会记录下来 进入到OpenCampus的主的网站 去了解一下详细的整个项目 以及它的这些白皮书 包括它web3的模型 AEDU的代币分配 质押者的情况以及经济模型 还有EDU的治理这一块 这个是币安的关于EDU的研究报告 有兴趣的小本可以看一下 这些链接地址我都会放在影片下方 具体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比率 我们以上一次Launchpad为例 我给大家来简单的讲解一下 我们到底投入模式是怎么样一个玩法 我们打开SpaceID这里能看到上一次 总的BNB是投入了863万个BNB 这个价值是远远超过了 它上次想要筹集的250万资金 上一次项目也是要筹集250万资金 所以并不是说你投入了多少 你就能够购买到价值 BNB价值的新的代币 我上一次投入了大概有8个BNB 最终只买到了0.0068个BNB价值的新的 SpaceID 我估计这次也有可能是800到1000万左右的 这样一个BNB的总的投入 那就非常好算 它这个结构就是在1000万的BNB当中 你占了多少的比例 在乘上这次它发行的5000万个代币 最终能得出投入的BNB 具体能够买到多少个新的代币 这里还有一个总的参与人数 其实你能买到的具体的BNB和总的参与人数 关系不是很大 但是它有一个是 每个人最多能够买到价值15000美元的 EDU的新的代币 我来给大家算一下 具体的15000除以它每一个是0.05美元 那也就是30万EDU代币 这边我们设一个 它总的投入这个BNB我们不知道 是一个XBNB 分母根据上一次总的投入竞争数量来看 是1000万个BNB 就你占这1000万当中多少比例 在乘上 这次它发行的代币是5000万 最终它要能买到30万 我们来除一下 这边变成5了 5X等于30万 X就等于6万个BNB 也就是说你要顶格买到 价值15000美金的新的EDU代币 你需要投入6万个BNB 你买到了15000个 价值15000美金的USD的EDU的话 那乘上20倍就是30万USD 就30万美金 然后减去你的成本就是28万 在这次销售当中 如果你超级有钱 你有6万个BNB 如果它涨20倍的话 那你就能赚到28万美金 就是这样一个说法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6万个BNB价值多少 现在BNB的价格是多少 329 330吧 330 1000 980万USD 这个小东西非常小 和我的AirPods对比一下 差不多AirPods这么大 叫X-Share 它就能够可以显示 我自己设定的几个关心的币种 然后如果有一些异动的话 它也会发出警报 我觉得还挺稳定的 挺精致的一个小东西 有兴趣 小伙伴可以看一下 我们上面这期影片 好回到这个主题 如果你的BN账户里面 有这么多BNB的话 你通过这种launchpad 就可以耗到羊毛 如果差不多是28万美金 这样这个是一些巨金 但是我们小老百姓是没有这么多的BNB的 我们来以我自己的这样一个实际例子来比较一下 假设这个分母就是总共竞争是有1000万个BNB 那你其实你只能投入的 或者你平均的持仓也只有10个BNB的话 那你只占了差不多一百万分之一 那乘上一个5000万千万的代币 就是EDU这次发行的代币 那能够获得多少呢 就是50个 那乘上现在50乘以0.05 就是2.5美金 如果假设这次也是20倍的话 就是50USD 你能够赚差不多50USD 那当然减去你这个2块5的 那你其实耗到羊毛 也就差不多有40多块钱 40多美金 那这个我觉得不要白不要的 那这次等于说你买到之后 除非它破发 那基本上我们从之前的launchpad的30多个项目当中 没有破发的 有涨的比较好的 有上千倍上百倍的 那最少呢也是我之前看到的 就是我上一期参与的是20倍到25倍 SpaceID呢 那我是在他刚刚上交易所的这个时间节点 也就是在6点钟之后 他的时间节点是6点 那每一次都是当天的6点钟 开始上到交易所了 那你这个时候就能看到你的现货里面 有多少个新的EDU 马上就卖掉 那如果你非常看好这个项目 你可以等到后面 那上一次SpaceID呢 我卖掉的时候 是在它上线之后的大概半个小时之内 是以0.46 那差不多20到25倍 那后续涨到最高的时候呢 是有达到过1块啊 那这个是要看大家了 那如果你看好这个项目 你可以持有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参与方式 那我是为了要落袋为安 我就当是一个币安发给我的福利 我就在第一时间把它卖掉了 那这个呢仅仅是我自己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分享 并不能作为任何的投资的建议 那我参与的launchpad呢 是我认为风险比较小的一种行为 即使我参与这个项目 归零或者说是出现一些重大问题 不会对我生活造成任何的影响 那我希望你也秉持这样一个态度 参与到学习区块链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来 好 那我们一起来探索未知的领域吧 我们讲了币安的这样一个投入模式 然后第二次来参与到币安的launchpad 这个项目当中 也给大家介绍了这次新的open campus 就开放学院这样一个项目 那它新的代币叫EDU 那后期呢对这个项目又会跟进 我到时候也会投入相应的B&B 来进行实际的操作 那我会把整个过程都记录下来 最后是在4月28日 也就差不多4天时间之后 那我会在第一时间把我整个 申购到多少新的EDU的代币 以及我什么时候把它卖出的套利了多少 那我会完完整整把它记录下来 那如果你对这个内容感兴趣 你可以订阅我这个频道 那如果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 非常感谢你给我一个赞 我的频道会长期观众 我在区块链方面学习的内容 还有些好的APP 好的软件 我会像这样做成影片形式 分享给大家 我是阿芳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